好 那我們先講這幾個點 第一個呢 只要講到繼承呢 不管我們現在 其實我們 理論上我們現在還不需要講這個東西 就是更深入的東西 但是呢 請記者在考試的時候講到繼承 你的第一句話開頭的第一句是 我們現在的繼承法是概括繼承有限責任 那 具體的條文的話是在1148條 1148條呢 第一項呢 他就說你要繼承的話你是概括繼承 被繼承的人所有的權利義務 所以說依照這條呢 除了 除了像是 專屬權的部分的話你不能繼承以外 全部的東西都可以繼承 所以說 像是 曾經有討論過的話 1030條之一的 這領執法分配請求權 過去曾經是可以繼承的 因為他不是專屬權 他當然可以繼承 那 現在的話就不行繼承 所以在 你在思考的時候呢 你要去想的是 基本上只要是財產權 全部都可以繼承 對 那 繼承的話不只是財產 也是債務 對 所以原則上面呢 我們現在的身份法 並沒有 因為修法 把這個東西改掉 也就是說 我們只是在 蓋瓜繼承之外呢 修改一個要件 就是說有限責任 所以說 比如說假死了 假死了以後呢 他的繼承 人 乙呢 要去繼承 他的100萬的財產 所以呢 他有一千萬的債務 這個時候呢 他也是要去繼承的 那 當 的債務人呢 像以請求 清償債務的時候呢 以 可以利用 第148條第2項呢 據說 繼承人對於被繼承人的債務呢 因繼承人以產 所得為限呢 以所得 以產為限呢 負清償責任 這個時候他是一種抗辯的權利 好 所以在考試的時候呢 一定要先寫說 就你開頭呢 我覺得 因為像我很常開頭 只要寫到繼承 我在寫 抽象的東西的時候 我的 論述我已經是寫說我國繼承日 概括繼承有限責任 然後再 才會去講說我接下來的東西是什麼 所以其實 講到繼承呢 這個東西你一定要放在心中 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東西 也是 未來我們在處理很多很多問題的時候 的一些重點 比如說像之後的歸扣 還有像1148條之一的 追加計算的部分 這個部分呢 這些都是考試 相當重要的重點 到現在都 一樣 好 那接下來呢 就是 一些小小的 東西 第一個同時存在原則 同時存在原則真的很簡單 就是 基本上呢 被繼承人要死亡的時候 繼承人要 生存 所以說這兩個東西呢 他們要同時存在 所以我們還會說它是同時存在原則 對 那 為什麼會是這樣子呢 必須要說的是 被繼承人的死亡當下 的那些財產 所有財產 就是它的遺產 那 並不會因為比如說像 龜扣 像1148條之一後面最佳計算的部分 而導致其他 某些財產變成 某些財產變成遺產 比如說我 我生前 送了我 兒子好多錢 2000萬好了 然後後來我死掉以後 我在一年之內 我在死掉一年前 我就給他這些錢 那我後來死掉以後呢 我的債務還有2000萬 這個時候我的債權人跑來跟我的 兒子請求經常的時候 要怎麼辦 他可以說你之前他送你 一年之內他送你 1000萬 1000萬好了 他送你1000萬 所以你知道在這個遺產範圍內呢 就是付欣賞責任 可是並不會導致呢 我當初送給我兒子的那些錢呢 是遺產 他只是去追加計算 去追加計算他的價格 那這個時候 他的法條本身是去保護債務人 所以這個時候是完全不一樣 所以遺產只有在 被計程人死亡 當下 的那個財產 才是他的遺產 其他的東西都不會是他的遺產 那 可以去計程的話 可以去繼承的人的話也就只有在 那個遺產發生的狀態之下 當時遺產發生一開始的時候 你還存在的人 你才可以去繼承 所以說像 你還沒有 你當時就已經 比如說我兒子早就已經死了 那他當然就不能繼承 因為他就不是繼承人 但如果我兒子 晚我一分鐘死 那他也還是繼承人喔 那他就可以繼承我的遺產 只是說他因為死了以後 他的小孩呢 就可以繼承他的遺產 然後再繼承我的遺產 所以 這是不一樣的東西 他跟帶外繼承是完全不一樣的東西 那帶外繼承我們之後會講到 所以 最重要的就是同時存在原則 那同時存在原則呢 最常搭配的就是民法第11條 就是推定同時的部分 好 那像 相信我們之前考試 我們之前 解題目的時候 我們有講到類似的東西 就是 同時存在原則跟民法第11條 對 那大家在讀民種的時候 其實也很常 讀到這一條 好 那第二個呢 就是要有權力能力 為什麼會講到他要有權力能力呢 原則上面 權力能力就是 死於出生 重於死亡 所以只要人一出生的話 就一定有權力能力 所以 基本上有權力能力這件事情呢 不太需要花錢去討論 那最需要花錢去討論的話就是胎兒 那胎兒的話呢 如果你看民法第7條的話呢就是 如果他為了他的利益的保護呢 我們視為他已出生嘛 那 在這個情況之下呢 為了他利益的保護呢 如果 比如說他的爸爸今天 機器財產多於消極財產 比如說 他有一千萬的債權 但是只有 一百萬的債務 那這個時候小孩呢 可不可以繼承 是可以繼承的喔 那這個時候我們就會視為他已經出生 那這個時候再用1116條 1116條的部分呢 讓他就是 分配那個遺產 那好 那如果今天呢 如果爸爸只有一百萬的財產 但是有一千萬的債務 小孩這個時候需不需要繼承 這個時候不需要繼承 那這個部分的話就是 比較重要的 好 那接下來呢 就是必須要符合1138條的頌位 那 其實 頌位 其實 我剛剛講的繼承跟撫養 其實是非常像的 那 撫養也有頌位 繼承也有頌位 因為這部分都是牽涉到 就是如何就 財產去分配的 或是說如何就財產 去有效利用的一個 立法目的 所以說呢 我們這邊就會討論說1138條 1138條呢 他的頌位就是 直擊寫心悲親屬 父母兄弟姊妹跟直擊寫心 直擊寫心悲親屬父母跟兄弟姊妹 然後還有主父母的部分 好 那 考試上面比較重要的是1139條 就是因為很多人都會落下 但是1139條真的很重要 就是你 就是 基本上代位繼承 就會跟1139條有很大很大的關係 比如說假有 假有ABC三個小孩 然後ABC呢 A又有一個小孩叫做 乙 好 那 如果今天 ABCA死掉了 這個時候 不是 ABCA死掉了 對A死掉了 那他的小孩乙 可不可以繼承 他可不可以直接依照1138條去繼承 這時候是不行的 因為 1139條是說 清等進者為優先喔 所以說 如果今天BC都還沒有死的話 他的清等進者還是以BC為主 而且呢 如果你 這個時候你還要依照的是1141條 就是說 你說ABC我都還存在的話 以清等進者為優先 所以假也不能繼承 那ABC要怎麼去分配他們財產 你要去用1141條 去平均分配喔 對 所以在考試的話這個還蠻重要 就是 雖然 就是大家都知道平均分配 可是到底要哪一條 大家都知道 ABC他們之後 他們下面的小孩還不能繼承 可是到底要哪一條 所以你在考試的時候 你要把條文用對 你要把條文引出來 那 1138條呢 他的 姊妹的話呢 文藝上面其實就包含 全血緣跟半血緣 對 然後父母的話就包含 內外祖父母 所以內外祖父母是可以一起繼承的 好 然後配偶的話呢 就依照1138條 1138條他說除配偶外 依佐列順序定資嘛 那所以經常配偶就一定可以繼承 所以其實如果譬如說像在考試的時候 你還沒有需要去算到印記份的概念的話 你不太需要去拿1144條出來 1144條就是在完全處理 然後印記份要怎麼計算的部分 那如果你還不需要算印記份的話 你直接拿1138條就是說 配偶可以繼承就可以了 因為有些考試呢 他會先問你說 夾1丙之間誰可以繼承 誰是他的繼承人 這個時候你不需要拿1144條去處理 那如果他有時候會問你說 第二個問題就是說 他繼承人要怎麼去分配他的遺產 這個時候你去拿1144條就可以了 所以1138條跟1144條的配偶的話 是大家一定要注意的 那 在特定的情況之下 譬如說 配偶 配偶之間重婚了 那 重婚 重婚的話如果我們看 這就爸爸 star 智能 你